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80年代初的内地出国大潮下 王启明 郭艳二夫妇辞掉了稳定的工作 告别了女儿宁宁 踏上了纽约的土地准备打拼一番 异国他乡 两人受到严峻的考验 王启明与餐馆女老板阿川看对了眼 白人老板大卫向郭艳二发起猛烈的追求攻势 最终婚姻土崩瓦解 郭艳二成了麦卡锡太太 王启明流落街头送餐为生 在郭艳二的暗中帮助下 王启明拿下了安东尼的订单 为了抵御勤敌反击 大卫盲目扩充产能导致资金链断裂 迅速破产 郭艳二自责愧疚离家出走 暂时继续在长岛的姨妈家 帮着打扫房间处理杂物 惆怅之际陷入了酗酒泥潭 正到前的王启明将女儿宁宁从北京接到纽约同住 而宁宁却把阿川视为破坏家庭的狐狸精 关系极度紧张 王启明郁闷至极 酒后乱性嫖娼 早晨酒醒后悔不已 得知今天是女儿的生日 随立刻张罗生日宴会 父女俩总算初步和解 郭艳那边又喝了个酩酊大醉 亲早被姨妈一通喷 咱虽然沾着亲 但这也不是慈善堂 王启明发动人脉 请朋友来参加妮妮的生日party 人富起来了 最不缺的就是朋友 呼啦啦来了几十号子 有同胞移民也有白人 秀梅带着她的劈腿画家男友陈杰也来了 为什么没甩了这渣男后面会有交代 对了还有艾薇薇 只是并未出镜 艾薇薇 今儿怎么开车来了 妮妮打扮得像小公主一般 接受众人的祝福 全世界的生日宴都差不多 吹蜡烛分蛋糕 然后各自凑圈唠嗑 妮妮问起为什么妈妈没来 难道她忘了 王启明目前只知道郭艳从大学辞职 目前下落不明 爹地已经托人在找了 众人免不了提起国内的情况 现在经济形势一片大好 一些人拿到绿卡后回去做生意 可进可退 舒服得很 咱从历史后视镜来看 当时最好的选择其实是在美国打几年功 积累到第一桶金后回国奋斗 只不过大多数人没有这种眼光与魄力 闲聊时 王启明得知大理已经拿到了永居绿卡 说要帮他办一个庆功宴 可大理却愁眉不展 为了这张破卡他失去了太多 谁也说不清是不是值得 脑子 脑子早跟别人去了 打了他们八年的功 什么苦都吃了 PARTY进行到尾声 秀美把宁宁单独叫上楼 拿出一张贺卡 这是妈妈郭燕写的 她并未忘记女儿的生日 落款写了长刀两个字 其实就是暗示住在姨妈家 第二天一早姨妈冷言冷语的说 以通知大卫来接郭燕 我们家不养废柴 郭燕一听想立刻收拾行李跑路 她现在仍然无法面对丈夫 可刚要出门却一面碰上了宁宁 母女俩立刻抱头痛哭 娘亲我把阿春那个狐狸精给气跑了 原来是宁宁求大理叔叔带她找妈妈 正聊着大味道了 宁宁的战斗力刚刚的 刚打跑了后妈 又正面对线后爹 龟燕夹到中间左右为难 最终还是决定跟宁宁回去 毕竟女儿是命根子 这天刚好是阿春的生日 王启明开了瓶酒 在公寓二人世界 阿春的消息临通 听说王启明想搞房地产 便当头泼了一盆冷水 这确实是个大生意 但里边的水太深你把不住 和干服装公司 难度不在一个量级上 王启明成功了一次 产生了强烈的路径依赖 不就是买卖收租那点事吗 咱走着瞧 家里母女童心 做了一顿丰盛的晚餐 但王启明并没有回来 让妮妮非常失望 龟燕又想到了她最好的朋友 酒 妮妮发飙 让龟燕心如刀割 挣扎着起来 穿上外套离开 为了保住这个支离破碎的家 她需要做出改变 第二天一早 王启明从阿春的床上醒来 给家里拨了个电话 妮妮劈头盖脸一通喷 妈妈成了酒鬼 你却还得跟那个婊子鬼混 男人都是大猪蹄子 阿春也听到了电话 坐起来愁悵的抽根烟 她曾提醒自己 不要成为有钱男人的情妇 但结果仍然是一地鸡毛 此时导演携出一笔 交代了秀梅的感情 男朋友陈杰平时就在公园 画肖像为生 秀梅明知她跟一个叫朱丹的女孩劈腿 却仍然决定结婚 也不用大办 登个季 请朋友吃顿饭即可 把朱丹也叫上 陈杰还没有傻到底 晚上她并没有叫绯闻女友来 秀梅健壮也不勉强 就这么着吧 此处我简要分析一下秀梅的选择 她并不是冷血动物 对陈杰有喜欢和欣赏 但她并不把任何期望值 放在男人身上 陈杰也许渣 但下一个就一定不渣吗 谁也说不准 与其付出不可预知的试错成本 还不如抓紧眼前 秀梅想有个家 陈杰这个60分的男人 基本也够了 真来个90分的 还提心吊胆怕弄丢 这是一种很现实理性的生存选择 哪里有什么100分 合适就已是不易 宁静见了附近的高中上学 她现在处于三不管状态 父亲隔三差五 住的阿春的公寓 英语里把十有七岁的青少年 叫做Animal Age 翻译过来就是像牲口一样 动物性荷尔蒙乱状 一个叫史蒂文的男同学 主动示好 一来二去骑着机车 把妹子泡到手 这天王启明又不在 索性去小伙家过夜 王启明此时正与阿春 在大西洋城的赌场Happy 他现在已经是挥洒自如的老手 今天运气不错 赢得盆满钵满 出门叫了辆豪华家常车 春风得意马蹄吉 一夜看尽纽约花 王启明悟出了一个道理 什么经验技巧都不如运气重要 并自信能一直抓得住运气 阿春还是很清醒 一年前的大卫也是这么想的 他顺势提到了过药的近况 上次被女儿破了一脸酒后 深刻反省 现在仍然在学校当清洁工 闲暇时间闷头苦学 想要申请医学奖学金 这点剧中没有明确交代 我也没搞明白 前中医大夫应该进美国 哪个专业比较合适 王启明正出于人生巅峰 前期的忙必须帮 不就是捐款给个学籍的事吗 有钱了 王启明还要了一个心愿 这天他拿出了 灰落了半尺后的大提琴 认真上弦调音穿上礼服 邀请阿春去百老汇的音乐厅 自己在台上深情演奏 曲目是德沃夏克的 一小调第九交响曲 自信大陆 这首曲子选得非常应景 是一百多年前 德沃夏克受聘 纽约音乐学院时所作 王启明脑海中浮现出 赴美六年的甘苦 一切仿佛就在昨天 曲中 乐团向王启明鼓掌致意 这是灵魂人物才能享受的待遇 阿春头一回听琴郎拉琴 手捧鲜花 眼里满是崇拜 王启明倒是挺淡定 人家地铁里拉钱挣钱 我这是撒钱 王启明知道 真正的艺术大门 已永远地向他关闭 这场塑料音乐会 更像一场葬礼 埋葬他曾经炽热的艺术梦想 五万刀完结一个梦 也算是值了 除了帮自己圆梦 王启明也没忘了前妻 这天校方通知郭彥 奖学金通过了 郭彥乐得几乎飘起来 第一个念头 就是给前夫打电话报喜 王启明倒是不意外 心说我花了刀了 当然为了锅样的自尊心 他并未告知真相 宁宁那边除了上学 天天泡在史丽文家玩耍 在美国人眼中 17岁已到了 可以亲密接触的年纪 两人心心相惜 情不自禁 事就这么成了 可宁宁毕竟还小 回家提心吊胆 摸着小肚子 我不会怀上什么了吧 王启明终于注意到了 宁宁的异动 这天深夜晚归 抓了个正轴 刚要父权压制 却被宁宁杀了威风 我现在还不到18岁 你要把我赶出去 是违法的 美利坚特色依法治家 他都是学得很快 王启明怀疑女儿有男朋友 你这招早恋 宁宁完全不以为然 请记住这里是纽约 我非常理解王启明的心情 第二天晚上 他贼在门口 果然逮住了史蒂夫 和大多数中国家长的磕差不多 再敢骚扰我闺女 打断你的狗腿 get out 回屋 宁宁立刻加入骂战 我就是喜欢他怎么地 王启明一歪头 突然看见书包里 掉出一个绿色的小盒 你居然 你居然 你可以到我们学校去问问 像我这么大的女孩子 已经没有处女了 王启明说到做到 第二天直奔学校 痛斥美国教育系统 怎么能给孩子发病人套呢 这跟教措犯罪有什么区别 但对方相当淡定 此举是为了预防性疾病 可王启明认为 17岁的毛孩子 压根就不该有什么性 女儿合法恋爱 王启明没辙 于是又想起了传统招数 找家长 史蒂夫的老爸正在修车 他问你女儿怀孕了吗 没怀孕找我干嘛 同时表达了对妮妮的欣赏 在王启明听来 这比任何一句脏话都要脏 一瓢凉水招来了美式铁拳 王启明奋力挣扎 竟没招来子弹也是走运 他想破了脑袋也不知自己犯了啥罪 被阿春几千刀保释出来后 当街又跟宁宁掐不下来 你爹在北京半辈子没进过公安局 拜你所赐 关了几天美国小黑屋 但凡你争点气 我也不至于这么惨 回到公司 王启明愚怒未消 把气撒在一个犯错误的女工身上 以为北京来的我就不敢置你了 捡碗工钱卷破盖卷滚蛋 面对不可理喻的老爸 妮妮决定离家出走 简单收拾一下行李 穿上机车服搬去了史蒂夫家 阿春那边也有烦心事 儿子吉米膝盖受伤 到医院一看片子 竟然是骨髓炎 想吉米天生对抗热素过敏 大夫说手术可能会有不可预期的危险 晚上王启明愚阿春酒吧喝一杯 他建议吉米可以试试中医疗法 回头让锅样给开两幅方子 这是他的老板行 正聊着一歪头 竟然看见女儿宁宁进来 身边跟着一大帮外国同学 包括讨厌的小流氓史蒂夫 王启明立刻冲上去battle 妮妮的发言很有女性独立意识 我每天早上送报纸 一周三次家教 一个月这二百四十块钱 妮妮掉头便走继续happy 突然旁边走过一个老外 是王启明的生意伙伴 非得拉他去喝一杯 阿春独坐吧台 妮妮主动靠上了阴阳怪气 就差没叫他臭婊子了 这次阿春有备而来 从头到脚 把小矮头片子一通宝贬 都是老娘玩剩下的 总有一天我会比你更成熟 更有魅力的 好 等我老了以后 舞台上的歌手 正在唱着人鬼情未了的主题曲 王启明与阿春相忧慢舞 暂时忘却了真实世界的痛苦 妮妮现在只看到 纽约带来的自由和欢乐 但阿春经历过一切 才能看到 共生层次的夹锁与智库 身份焦虑 是无论哪个国家的移民 都逃不脱的困境 大卫那边拖了几年 终于同意跟郭月尔正式离婚 无期一申请 他计划向王启明展开复仇 先去公司辞职 金林岂是池中物 哥们要二次创业 到时候咱再占八百回合 不用太久 我会把这间工厂再盘回来 王启明对此梦想嗤之以鼻 我马上要买下一栋哈顿大厦 这两天注意报纸的消息 没准你就能成为我的租户 也说不定 租金给你算便宜点 出门秀媒劝大卫 别跟王启明硬碰 今非昔比 你必败无疑 大卫卖了个关子 等王启明撑不住的时候 麦卡锡公司永远为你留一个职位 王启明买的哈顿大厦 离曼哈顿二十分钟车程 房地产市场已多年看涨 怎么看也不可能赔钱 这天带着阿春去看楼 他也决定将名字从哈顿改成公王府 张麻子不愧是你 这栋楼价值三百万兜 楼下底商 上面几层当办公室出租 除了自有资金 王启明还需要向银行贷款一百八十万 阿春认为风险偏大 每个月光利息就两万多兜 如果市场起伏负担会不小 可王启明现在正享受着风口红利 也不认为风会停 此时是1987年 阿春提到最近一飞冲天的股票市场 看着漫天飘红 谁也不知道泡沫什么时候戳破 王启明不认为美国的宏观经济 跟他的生意有关 反正制衣厂的客户大多在欧洲 况且房子看得见摸得着 咱中国人讲究个所见即所得 不而虚的 看着王启明兴奋的样子 阿春也不想太扫兴 反正你尽量多考虑 千万不要操之过急 大卫打算将房子卖掉 筹措创业资金 他又去找了一次锅样 40万的房款也有你的一半 但锅样坚决不收 咱俩从此两不相欠 每个人只能陪彼此走一段路 我俩缘分已尽 他现在只想往前看 儿子吉米的膝盖迟迟不见好 阿春决定给他上中医疗法 趁着周末再加煎药 可前夫卡特对中医完全不信 觉得是一种东方巫术 闻了闻要渣子大发雷霆 这东西通过FDA的三期临床审核了吗 我绝不让儿子吃什么祖传秘方 否则将向法庭申请禁止令 郭尔与大卫离婚后 跟女儿宁妮的关系也基本缓和 这天在屋里聊天 冷静下来后 宁妮觉得大卫倒也不是个坏人 娘亲你这两任丈夫 其实素质都还可以 比大多数的男人强 相比于父母这代人的纠结焦虑 宁妮是更没有包袱的新一代 只想为自己而活 郭尔与惊讶于女儿的思维成熟度 看来你真是长大了 大卫的计划开始了 这天晚上他约了一个姓刘的华人 用钱买了份情报 正是王启明购买哈顿大厦的具体细节 目前价格已谈妥 等银行放款便会签合同 大卫让刘先生明天放出风去 说自己也想买那栋大厦 第二天秀没来报 银行贷款已审批通过 现在可以随时签买楼合同 这时房产公司来电 说大卫也想买哈顿大厦 且可以出更高的价格 王启明听得无脸懵逼 此前大卫曾来电 说哈顿大厦的交通环境并不太便利 买下不划算 现在又来竞价 这唱的是哪一出 王启明思索片刻 认定是大卫想搅局 于是马上联系律师 拿着文件去房产公司 今天必须把合约给签了 阿川曾打电话阻止 卡特的跨国公司都在收缩战线 春江水暖压先知 虽然不知道具体是什么 但我有不祥的预感 然而王启明怕大卫截胡 以光速签字 合同复印件 当晚就出现在了大卫面前 看着助攻手刘先生 露出了满意的微笑 王启明你完蛋了 大卫的自信 来自于他对股票金融市场的判断 几个月前 他便预判出不妙 各种迹象都跟1929年的大崩盘 有惊人相似 中国人说物极必反 中天而允 下一次股灾不远了 王启明安排秀媒 在报纸上打招租广告 并打电话给大理 过来和哥们一起干吧 工资待遇好说 刚拐的电话 电视新闻传来噩耗 全球股市大跌 道琼斯一天跌去了500多点 创1929年以来的跌幅新高 此处映射的是 1987年10月19日的 黑色星期一股灾 股市是美国经济的晴雨表 它既是手段 也是意义 牵一发而动全身 这点跟咱的社会主义 大A股不同 其实在3000点附近 逛有了十多年 也并没有怎么 太耽误总体经济 王启明隐约觉得不妙 但并不知道意味着什么 顺便吐槽一句 大卫也是 早知风盘 做空股市可以赚十倍百倍 跟王启明叫什么信呢 马上阿春把吉米 带到王启明家暂住几天 他骗卡特说 是带孩子去南方度假 王启明表示没问题 想住多久就住多久 很快 王启明领教了股灾的厉害 经济滑坡 公王府大厦招租困难 大理很努力地工作 但行驶比人强 有客户甚至提出 白嫖三个月后再给房租 王启明只好给大理打积雪 咱肯定能熬到经济回暖 一切都让阿春说中了 每天八百刀着银行利息 成了沉重的负担 王启明只好不断从质疑赏输血 还有原料供应商不断催债 账上的钱眼看就要见底 中午他约了安东尼吃饭 必须稳住这个最大的客户 老狐狸安东尼嗅觉敏锐 他察觉出王启明遇到了财务麻烦 未必能按时交付订单 大卫见缝插针提出再次合作 你以前怎么挤对我的 现在就怎么对付王启明 安东尼不置可否 回去等信吧年轻人 此处为了突出矛盾 确实编得比较潦草 仿佛美国就只有安东尼一个中间商 第二天王启明立刻杀上门 安东尼的态度很明确 你必须按时交货 否则尾款拿不到 我不建议和大卫再重启合作 王启明不指望雪中送炭 你也不能落井下石呀 笑着用中文判了一句脏话 愤然离席 你这个老不死 王启明很想问明阿春的意见 大阿春现在已脑门的事 偷偷给儿子吉米服用中药条理治病 天天提心吊胆 怕前夫卡特发现 但该来的还是得来 卡特接儿子时带了律师 他将以虐待儿童罪起诉阿春 如果胜诉将完全剥夺探视权 中医疗法并不符合纽约的行医规范 但效果是显而易见的 卡特拒绝对话 带着吉米离开 不得已阿春只能聘请律师 好吧 那我们就提出反诉 作为母亲 阿春有权决定儿子的治疗方案 双方激同压奖 那就只能法庭见了 阿春知道会花一大笔律师费 但他这次不想再妥协 接着阿春带律师去建了锅印 指望着这位中医专家能当证人 但律师说这样没什么乱用 离开时阿春告诉郭彥 是王启明暗中帮他拿到了奖学金 现在老王生已遇到了大难题 你也许可以帮帮忙 至于怎么帮 你自己琢磨 第二批订单到了最后的关头 紧赶慢赶还是差六十件 就算满负荷运转 明天上午也大概率来不及 郭彥们加班加点抵触情绪强烈 王启明一看 只能自己上阵扛事 宣布只要挺过这一关 每人发一百刀的奖金 总算暂时稳住了局面 开员暂时没戏 只能节留 王启明鼓起勇气 给大理打电话 哥们现在实在是遍不开镊子 要不这几个月的工资 先缓一缓 回头一定补上 大理很仗义 我这萨瓜俩早着不算啥 咱共渡难关 深夜工厂里灯火通明 王启明把仅有的现金 包了几十个红包 恭恭敬敬的分发给工人们 走到一个工位前愣住了 这也不是我前媳妇吗 阿春把什么都告诉我了 不用提这个 郭月尔也许在选择上犯过错 但他的品格底色是重感情的 身上甚至有一丝丝训道者气质 王启明看郭月尔如此卖力 也坐在直击前 那一刻仿佛回到了 多年前的阴暗地下室 那时也是赶一批订单 直到天光大亮 干吐了血 总算是把订单完成顺利交货 但安东尼却打起了太急 经济形势太差 上家还没给我结款呢 我最多只能给四分之一的现金 王启明天就炸了 要是在北京 你肯定活不过下一集 这几年安东尼都是准时获到付款 并没有死扣合同 但封年灾年的政策不同 真较真王启明占不到便宜 但他还是松口了 答应先给三分之一 也就是四万刀 王启明别无选择 只能认栽 除了工人的工资 还有工业商的货款和银行利息 四万刀看着不少 其实远远不够 走投无路之际 他想起了一个能创造奇迹的地方 大西洋城赌场 赢了会所内摩 输了下海干活 为了工厂 房子和女儿王启明拼了 斗鸡走马这事 一看运气 二拼心态 以前小赌移情 随便都能赢个几千刀 如今这两样都离他远去 赌博赌博 越赌越薄 他脸上的汗珠 与桌上的筹码成反比 王启明只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 还是北京人那句话说得准 哎他妈怎么着怎么着吧 外员户进门 赤条条的出门 他知道 辛勤耕耘多年的事业完了 当人彻底绝望时 反而会生出诡异的乐观 回程的路上 听着国语小调 乐呵呵的给阿淳 打电话 你猜怎么着 今天我是大西洋城 最闪亮的冤大头 开车到了市区 突然看见路边 有个穿白色T恤的女孩 这不是我的亲闺女宁妮吗 王启明怯深深的靠上去 您这唱的是哪一出 宁妮开口的第一句 救救非洲的孩子吧 原来是在帮某公益组织 跑场的募捐 按点上下班打卡 王启明真开了眼 怎么跟美国人 学着不着自流的套路 我自己的闺女都没法救 没空管非洲难民 宁妮白了爹地一眼 五分钟后等我下班了再聊 沐娟在王启明看来 跟沿街乞讨也差不多 可宁妮完全不在乎 起码比你这个 靠女人上位的 爆发户资本加强 冲着咱俩 还有点血缘关系 告诉你个好消息 我要结婚了 王启明一脑子黑人问号 这谁给说的没 我咋不知道 你可千万别嫁 给那个什么史蒂夫 你们到法定结婚年龄了吗 宁妮微微一笑 来过来看一看你的女婿吧 你给我翻译翻译 什么叫他妈的惊喜 宁妮的逻辑倒也不能说错 这还不如嫁给那个小流氓呢 王启明只能狠抽自己的嘴巴子 作孽啊 佛祖基督 宁妮和新姑也开车扬长而去 王启明过于激动 引来了警察 我打自己总不犯法 要不您论我两下得了 现在哥们急需找抽 短短几天 王启明从华人之光 成了丧家狗 戴着墨镜 在纽约的风中凌乱 合作家阿春也到了 提起宁妮 伙不知该往那撒 他希望女儿 能嫁一个成熟稳重 有车有房的男人 现在孤业的条件全符合 却像吃了苍蝇般恶心 还是阿春看得清楚 你看似是爱女儿 其实是爱自己 你永远希望宁妮 按照你所想的去做 可你从来没有关心过 宁妮是怎么想的 王启明是那种典型的 东方父爱 我一切都是为你好 所谓席言不查 里面的权力控制关系 他从未想过 宁妮的事先搁在一边 目前最要紧的是挽救事业 王启明的律师 建议起诉安东尼违约 可阿春坚决制止 那样除了律师费的发票 和为美帝的GDP做贡献 你什么都得不到 只要告了 安东尼会立刻宣布破产 所有的违款全打水漂 阿春深按美国的法律 官司一开 黄金万两 这种商业案件 打个十年八年并不新鲜 到时候就算赢了 也没有意义 谜底都在谜面上 阿春给的主意 跟安东尼的策略一毛一样 宣布破产 这样工人的工资 和供货商的欠款都省了 可王启明觉得 这招太缺德 有些抗拒 阿春是完全的厉害思维 你要么等死 要么去害别人 不能既要还要 王启明想找银行帮忙 但全吃了闭门羹 连拒绝的词都差不多 全世界的商业银行 都只愿锦上添花 绝不会雪中送炭 久往之际 大卫来电 咱见面聊一聊 大卫穿的相当正式 王启明以为 他又想阴阳怪气 加落锦下时 万没想到 竟然是一份合作邀约 这回咱俩联手 逗一逗安东尼那个老狐狸 大卫拿出了一张 十万预付款的订单 再加上四十万的现金支票 只要付了工资 和供应商的货款 王启明就能顺利交货 安东尼就必须结账 等钱到手了以后 就把牙拉黑再不合作 此处对于商战的细节 交代的非常模糊 大致就是这么个意思 至于秦敌大卫 为何成了活雷锋 也没有多刻画 大概是中年叛逆 不想再受安东尼的摆布 王启明安顿好了一切 晚上跟阿春畅谈人生 他自认是个良心 还未完全泯灭的臭资本家 所以才有痛苦 如果是个纯小人 反而痛快了 提起争夺孩子监护权的官司 阿春满脸黑线 前几天刚刚宣判 法庭认定他虐待孩子 剥夺了探视权 王启明鼓励阿春继续上诉 花多少钱由我顶着 正说着电话铃声响起 郭艳儿带来一条 生死层面的坏消息 大李出事了 你说什么 他让车给撞了 大李全名李国华 生于1947 足于1989 30岁出头 离家去国到纽约打拼 唯一得到的是 两个无人在乎的博士学位 王启明出钱买了块墓地 祭奠好友 宁宁也来了 刚见面三两句 把郭艳儿呛了一跟头 最近是又结了 还是又离了 宁宁决定正式脱离老王家 自由自在 好闹我都认了 临走稳别爹地 并透露了大李的一个小秘密 其实他根本就没有离开 大李在剧中 始终是个暖宝宝形象 宽厚单纯与人为善 可他也要活在别人的眼光里 所以才假托拿到了绿卡 起码不用废口舌解释了 故事主框架 到了大李去世 基本结束 之后更像个彩蛋 又一架客机降落在肯尼迪基厂 冯小刚冯岛亲情入化 扮演王启明 在北京最好的哥们邓卫 他也受到出国热的赶招 到纽约淘金了 只不过比王启明更加彻底 连吃饭的琴都没带 这不是由我铁丝哥们吗 还带啥琴啊 王启明开车 车带邓卫穿过繁华的曼哈顿 停在了曾经的地下室门口 邓卫以为王启明在开玩笑 不是一亩地的大house吗 怎么跑这城乡结合部了 此时此刻 恰如彼时彼刻 王启明说的话 都跟多年前的姨妈一毛一样 这美式特色的接风仪式 让邓卫无脸懵逼 北京咱也没住过地下室呀 王启明开着车扬长而去 背后传来好哥们的骂街声 欢迎来到纽约 聚集的收尾相当精彩 王启明把车开到了路中间 灯绿了故意不走 把后面喇叭的震天响当耳旁风 无礼是一种态度 纽约俨然已是王启明的精神主场 浑身上下再也没有一丝犹疑胆怯 对着路过的愤怒老美 优雅地伸出终止 编剧用字幕和旁白交代了大结局 三年后 王启明仍然在制一届苦苦支撑 阿川用母爱感化了陪审团 夺回了儿子的探访权 大卫离开商界 在大学教中文 郭雅尔学成回国继续当医生 宁宁下落不明 有人说在非洲和澳大利亚见过她 原著小说中的结局 比剧集要更加黑暗凄惨 宁宁被劫匪绑架 王启明去送钱时遭遇私票 那块墓碑不是大礼 而是宁宁的 其实宁宁才是小说后半段的核心 中美价值观在她的身上红冲直撞 将其完全粉碎 编剧还是加了一些滤镜 让观众更容易接受 最后我粗浅地聊一下 总体的观护感 当年剧集热播时 我才五年级 跟着大人看了个稀里糊涂 成年人的困境 小学生不懂得 在现在的我看来 北京人在纽约 是一个重新寻找自我的故事 王启明 郭亚夫妇 一个知名乐团的大提醒手 一个资深中医大夫 在北京不说横着走吧 起码衣食无忧 为了模模糊糊的更高生活理想 认到了纽约 半辈子运用自如的生活准则 失效一大半 这等于是打破舒适圈 二次投胎 你可以说他们鲁莽 傲慢 不切实际 但这份勇气无可止摘 现在让我在国内换个城市生活 我的头皮发麻 更别说跑去语言不通的国外生活 人往往在陌生意志的文化中 才能更加认清自己是谁 纽约撕开了他们心底 从未袒露过的欲望 一切的理所应当成了莫名其妙 面对风韵卓绝的老板娘阿春 王启明没有抵受住情欲的诱惑 发财与成功让其成为了赌徒 东方父权与西方伦理激烈冲撞 郭亚想过稳定从容的生活 但没有物质的爱情就像一盘散沙 即使他想坚持 对象已经先垮了 人与人的感情链接 某些时候可以坚持到不可思议 有些时候也会脆弱到不可理喻 有的人在废墟上重建自我 有的人碎成了一地瓦砾 最惨的是宁宁 她在16岁人生窗口期来到纽约 就像把小威比扔进了 豺狼虎豹的丛林 东方价值观还未夯实 西方观念便汹汹而至 两种力量反复拉扯烙饼 成了跨国实验的牺牲品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爱与痛 那时中国的物质条件 与西方天差地别 现在世界被相当程度上拉平 但一些核心的焦虑 也许并未改变 剧中有多处台词提到 我到底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 我们都讨厌标签化 但少了这个标签 人却容易陷入无所一平的虚无 难道成长就是让自己 彻底变成一国人吗 这是每个移民 需要面对的严峻心灵拷问 当片尾王启明向一个地道的纽约人 从容伸出中指时 他是否重新找到了自我 每个观众都有自己的答案 北京人在纽约获得了空前的成功 剧中一些剧情 现在看来有些硬掰不自洽 但作为一面时代的镜子 它是够格的 三年后还有一部姐妹片 上海人在东京 由陈道明葛优主演 品质是不错 但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 前年曾传出消息 说王牌制片人周晓龙将重启续集项目 定名北京人与纽约客 但除了剧名 暂时没有详细资料披露 咱拭目以待 好了 北京人在纽约全剧 咱就聊聊这 最后给自己打个广告 老粉们应该知道 除视频节目外 还有一款月更的音频播客 迷影员桌派 已办了五年 每月邀请嘉宾朋友 畅谈观点分享感悟 既有up主同行 从业者也有普通影迷观众 内容包括近期中外热门新片 艺术佳作 偶尔吃个瓜 俗称蹭热点 毒奶断粉条 回答听众留言 圈外话题 从国际民生 到国际风云 无所不包 此外还有书籍推荐 音乐赏息等小栏目 我不敢保证观点一定对 但绝对够真诚 所以经常被喷 以后 博客基本会保持 一月两更的节奏 每期订阅费三块九毛九 没有年费打包 您根据兴趣 每期订阅就好 音频比视频的播放场景更丰富 时长两个小时起 您可以上班厅 下班厅 摸鱼厅 开车厅 洗澡厅 睡前厅 订阅渠道是微信小儿童平台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 订阅后 在微信小程序 发条章的加餐中 即可同步找到 每期更新时 公众号会同步推送 天眼的播客节目 也许没法得文聘 涨工资 可给您闲聊时 增加着谈资 还是能做到的 千万大家开心之余 都能有所收获 如果决战做的还行 就转贫赞随便给一个 三连我也不介意 你的鼓励 就是我更新的动力 比心